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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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例股提供 上次跟大家提供 你专门 可以考虑看自己的倉位 做一些反向引向的EGF 部署 其一如果想去追求股 中資電信股 本身業務穩定 息率有吸引 賢水平如果再去追求 再去挑選一下 可以追求穩固 比比較激烈 有機會 大肆向下回調 起碼要坐一坐下去 先去搜尋 去哪裡找 底下 才會比較安全 再去買一些 比較進取的 投資項目 所以如果希望 現階段想去買 港股的話 除了反向ETF 或者是穩健的 中資電信股 這些領展 其實是因為他加息 擔心他加息 坐下來之後 整固完一輪 如果真的要選 不想去等好現金的話 想去買一些東西 分幾乎去買 我覺得在現階段來說 都是可以去考慮 講過很多次 其實都不是特別 是第一次講的 都很業務 找回一會 你很多焦點在港股方面 香港方面的物業 而且近年來說 亦都是分散一些 去不同的外地 以及本身的投資組合 亦都是加回 裡面的不同的物業種類 或者加回物流裡面 息率其實也是吸引 現在都是4.7厘左右的一個水平 我覺得其實 都是一個相對上 不錯的一個水平 所以你原階段 要他在這個時刻去買 就寧願選一些 防守性強一點 你跌了下去 又不需要 怎樣擔心 有些什麼 要害怕 要不需要去 沽了去 或者是 會不會跌到毛底 等等 的股份 我就寧願不選 所以就先選一隻領戰 領戰 領戰還是要分開 分多兩三次去買 想去撐蟹 我覺得那些原水平 又不妨去考慮 可以去入住 因為你預期加息 都是應該要加的 還有他真的去到 七月加元一來之後 香港可能也有機會 就是 就算他不更加 那個資金 其實也會更加緊張 你看他到時的時候 有什麼機會 就是 再坐下去 坐得深一點 可能他下回到60元的水平 附近 其實也不值得 但是 萬一他真的不坐 在這些什麼位置 整理得到的話 其實都不能夠完全排除 因為本身那個 防守性相對上強 所以 為什麼建議大家 不妨他分開 兩三柱 這樣去撐 你這個水平 撐住一柱 其實也是可以想 因為他始終是 本身的質地是 比較強 如果你真是 大小向下 行為壓力 找些東西去避險一下 你又撐住下來 要整理得到的話 我相信其實都 都應該會吸到一些錢 可以回到那裡 去留意一下全靈展 所以 在這個時刻 大家真的要買的話 我覺得 其中一隻可以去撐一下 這就是